就在今天中午的1点24分 先发生一起规模4.8的有感地震 镇央在花莲县政府北偏东方18.5公里处 那么紧接着在12分的时候又发生了一起 是规模4.6的地震 镇央距离第一起只有200公尺 那么气象局就表示了像是这样子的规模 在当地的地震带上其实是非常常见的 但是在短时间之内发生两起 镇央还有规模都相近的双震 的确是不太常见 9号中午地牛翻身 而且一个小时内在花莲外海接近同个位置 连续出现两起有感地震 虽然各地震度不大 但发生双震连气象局也说不常见 在这个地区经常有地震发生 而且规模4以上的不少 那他们如果发生了时间近一点 距离很接近 这种就算少见 看看气象局地震测报中心资料 9号中午11点24分 先是发生第一起规模4.8有感地震 镇央在花莲山政府北偏东方18.5公里 紧接着又在12点12分 出现第二起规模4.6地震 镇央距离第一起只有短短200公尺 一小时内连两震 其实台湾过去也发生过不少次双震 时尚第一起双主震 就是在2005年的3月6号 当时相隔不到一分钟 相继发生规模5.9地震 民众深夜惊醒 余悸犹存 好在这次最大震度仅有三级 不少民众还无感地震发生 规模5点多 剩6的这个地震 那它比较有可能会引起 就是后续有年代的余震发生 地震测报中心提醒 民众平常就要有防灾意识 但这回板块移动挤压下的正常能量释放 不用过度担忧 解释去肩骨头的